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明示晚间新闻 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连续45分钟 最新最重要的国内外消息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这个疫情之下 学生到底要不要到学校来考试呢 台中市的部分 市府宣布高中以下学校要暂停实体的课程直到6月30号 但是其实还是有110所学校呢 决定要办理实体的评量 也就是要求学生必须回到学校来参加期末考 有的学生就认为说 台中市的疫情还处在高原期 所以发动连署 总共有3万多人 希望台中市教育局可以统一取消实体的期末考 不过教育局说授权给学校自主决议 指标学校台中一中就表示 维持实体测验 但是也有变通的方式